拼甩防疫强健生命的讲座 已经做到了20集 也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的支持 尤其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没有办法出门 可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讲座 带着大家一起来做拼甩断裂 我们只要点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一直持续的 收到我们的节目讯息 我们今天的这一集 曙光师兄在这儿作证 所以任何时候 您有任何有关健康的问题 有关贫甩的问题 都欢迎能够把问题丢进来 怎么还没开始就已经有问题出来了 他问说 贫甩能治疗便秘吗 每天40分钟 一天三次 已经超过100天了 情况没有改善 是怎么回事呢 改善便秘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非常简单 第一点就是在你在练平甩空的时候 要喝一杯温热的开水 第二个就是当你在练功的时候 不能紧张 要放松 当我们身体放松的时候 身体的机能全部都疏通了 所以当你在练习的时候 他很快就容易排出 您应该蛮紧张的 还有一个我也知道就是说 其实有些人他是长期的问题 所以在饮食方面也是要做点调理才有办法 对 我们这个饮食的调理 第一个就是素食 素食你看清菜多吃一点水果多吃一点 这样子就可以帮助自己去分解这个身体上不好的东西 不是凡事只有靠练功 事实上他是要多重搭配的 对 饮食呀 喝水呀 生活作息呀 还有心情各方面 一起来搭配 才能够有最好的效果 是 观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台湾的话 我们全台呢有各个据点 服务据点 可以的话呢就到我们服务据点去 一起来上课一起来练习 团体练习一定会效果更加的好的 平甩的时候偶尔打喷嚏也是排气吗 尤其在练功的时候 如果打喷嚏就把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经过打喷嚏的作用把它排出来 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现象不用担心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说平甩一天到底要甩多久才会对血糖有帮助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回答你 吃一顿练一顿 吃一顿练一顿 你只要有吃东西的话 你就要去练习 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是练气嘛 所以大量的氧气进入到身体里面 因为你吃完东西的话 如果没有大量的氧气 你很难去分解 那个身体里面的食物 那就是因为氧气它有一个最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把你那个双糖的东西分解成单糖 那让你可以很快速的吸收 我们如何能够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如同曙光师兄讲的 其实饮食非常重要 所以除了勤劳运动 还要有健康的饮食 还要怎么样 多喝好水 对不对 练功前喝点水 还要常常晒太阳 少看手机 规律的作息 美好的心情 这几样把它加起来 事实上我们就能够让我们健康问题慢慢的有所改善 师兄姐嘛 我练平甩功两年多了 练到现在我的脚腿为什么会肿起来 是什么原因呢 肿到脚腿都麻麻的 会有什么事吗 你脚会肿的话 这个蹲的作用很关键 我们的师兄是有些朋友 他说他常常这个关节大腿或是小腿会肿痛 那就是因为他蹲的时候 这个膝盖没有对脚尖 还有这个平行脚没有很正的关系 所以他回流他会堵一些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拍你的自己的影片 给我们看 我们再帮你分析 那当然啦 我们也讲到说 练功他有排堵的作用 所以如果说你原来的脚 就有些状况的话 那他也有可能是一个排堵的作用 所以这一切呢 也是需要您把您的详细状况 这个上传给我们 然后讲的仔细一点 那我们有资深教练来为您做解读 站着和坐着练平甩效果是一样吗 站着跟坐着是不一样 站的时候在甩动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这个脚它直接串联到我们全身 所以手跟脚它是慢动它是一致的 所以它很容易接地气 那如果是坐的时候 他因为坐的时候 他有弯曲嘛 而且他的脚的作用力就没那么大 所以在共振的平伏 他就不会那么多 所以当我们在站 能够站着练就不要坐着练 能够坐着练就不要躺着练 没有 髋关节啊 膝盖有退化性的关节 这几年平甩功会有帮助吗 我们有一位师姐 他髋关节常年疼痛 他的膝关节常年疼痛 可是在练平甩功 他还是痛 很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平行脚 第一个就是你膝盖对脚尖 它是成为一体的直线 当我们成为一体的直线 他的气质往下 如果是你是内颊 或者是你的姿势有所不正确的 他气血的通路就会有所阻碍 当你的动作标准的时候 他的关节是不受力 真正的受力是在脚底 关节它就很容易去修复 所以您练平甩如果觉得很紧绷 那么就要把你的姿势再调整一下 我眼睛很累 我可可以一直闭着眼睛练平甩 可以偶尔闭一下 其实我们眼睛在看的时候 虽然平似 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甩的 手指头是不是已经变形了 有时候会往内 有时候会往外 有的是一高一低 所以眼睛张开是让你能够注意到 你的身形的动作是不是有所偏掉 只要好好的练平甩 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网友 他说这个很不好意思的问了 曙光师兄这个问题 因为他说听说平甩是可以瘦身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曙光师兄 好像跟我比起来有点大号一点 你问了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害羞 其实我已经瘦很多了 而且以前他那个壮硕 是很沉重的 其实你不要看到肚子大 我会很瘦的 马上就可以瘦小 那我可以表示一个柔软的动作给大家看 柔软度才是关键 你看我们侧身 侧身可以看得到肚子 来哦 请注意 胖瘦不是重疾 身体的柔软度 弹性 你看看吗 可以碰到地板 哇 这么样的柔软 真的是不得了 这就是气的作用 但是我要回答一个问题 有些人啊 骨瘦如才 看到我就很有希望 哎呀 是是是 哎呀真的啊 我曾经就有好几个师兄 是因为他在很瘦 瘦到连睡眠都不好 所以他看到我就觉得有希望 经过锻炼之后 他那个双下巴都长出来了 哇 所以啊 不是人人都想瘦 真的 有些人他想胖都胖不起来 我们曙光师兄 接下来会制作一个节目 叫做 平衰有问必答 曙光师兄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这个就是每个人 在练功上 他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他有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他有病症的地方 或者还有一些 比较隐藏性的地方 你可以借着这个节目 我们就来帮您回答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任何练功上的问题 您都可以把它传上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 把问题搜集起来之后 有曙光师兄在节目中 为您来一一的解答 他说练平甩功 对于椎肩盘突出 会有帮助吗 椎肩盘突出要练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身体一定要震 你如果不震的话 你在练起在摆动的时候 他也会不舒服 刚开始会有那种刺痛的感觉 那接下来再练起练起练久之后 他自然就可以推进去 因为我们循环静好之后 我们整个脊椎 他就能够放松 他能够放松 就百脉皆通 到了三十分钟以后 他就可以帮您去修复 但是这个需要持衡的练习 但是要注意 刚刚一开始我们讲到的 您的姿势要正确喔 那至于为什么平甩 他可以帮助人们去修复身体的许多状况 改善身体的许多的毛病呢 平甩是一个工程 也是一个规律的原理 他因为经过规律之后 他那个气血 就像我们在打那个磅骨一樣 就像我们在打那个磅骨一樣 就像我们在打那个磅骨一样 就像那个这样 像我们在打那个磅骨一样 这样 他因为经过规律之后 打那个打气同样 慢慢打慢慢打慢慢打 就把这个气 打到你这个需要的地方 我们这个气 达到这个末梢的时候 他就会回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有一句话说 百病皆因气溺 所以当你可以到达末梢 他就会回流 那就不会有这种气溺的这种现象 所以他回到五脏六腑 他可以疏通五脏六腑 又可以按摩你的五脏六腑 在练习到达三十分钟 他就是补充 他补充什么 补充元气 就是因为他已经活络开来 所有的经脉都已经疏通 当然疏通之后 我们身体精神就越来越好 我们的瓶甩 能够透过这个原理之后 把你的经络通通都疏通了 所以很多的现象 他自然也就改善了 但是大家要听到一个重点 刚刚曙光师兄有提到 你得要练到一定的时间量 才有办法能够去打通 那瓶甩是三十分钟的练习 是一次做到三十分钟 还是每十分钟休息一下呢 我常常用一个效果来比喻 大家一听就懂 主伴如果是三十分钟会熟 你联系组三十分钟会不会熟 应该是不会熟 这样很容易理解 还有他还会问说 这个瓶甩为什么可以让曙光师兄变得这么样的柔软呢 因为气到了 所以身体就柔软 我们中国老祖中有一句话 就是气质一奔强到一奔 气质一奔柔到一奔 那老子也讲过 钻气质柔 就是因为气的作用 它可以柔软身体 到底继续练下去 真的对血压会有帮助吗 有 这个血压其实说穿了 它就是心肾的问题 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蹲谈两下那个时候要放松 让气血能够到达脚底的末梢 当它在回流的时候 到我们脑脉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脑脉的血管 它可以疏通开来 那我们在练功的时候要喝水 因为喝水 它可以调整我们的这个 这个血跟这个气的这种流通 所以当你在练习的时候 大概要一杯马克杯的这个 温热的开水 是练习前 练习前 因为水有调整这个 我们身体的心跟肾 所以一般练久之后 它只要感受到这种回流 跟这种到达末梢 有这个放松 它血压就降下来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 花莲那个芥菜总会 教导一些教会的老人家 他们练了几个月之后 他们量血压的这个阿姨 他就讲说 普遍所有人血压都降下来 当然这个血压还有跟这个吃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吃跟喝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人的心情 心情 对 所以你只要保持稳定的时候 你血压也不容易上升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 练功五感 产生的这个反应代表的现象 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次 也就是说酸麻 都表示你身体有一个阻塞的地方 在做排毒的作用 如果脏了 通你的脉络 然后如果是痒 就气在运行 已经把这个垃圾 推到表面来了 所以恭喜你了 通就是引急 把你的毛病引出来 我们来回答一下 吃素以后 感觉身体有寒冷 要怎么改善 这个比较简单 第一个你吃的东西 是不是硬了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 你是不是喜欢吃生冷的食物 尤其在吃生冷的食物的话 他身体上的 如果你本身体质 就是比较属于 寒冷的 台语叫做寒冷的 就比较寒冷的 体质的话 你吃的水果 吃的一些生菜 你身体的话 会更加的寒冷 其实吃素 刚刚讲过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煮熟之后 那个 熟透了 主要它是透 透就是说 能够让我们这个 身体 分解的第一个速度快 因为分解速度快 所以消化一吸收 下午五点以后 来练功 两手劳功穴 经常很紧绷 还会有点脏痛 这样子有问题吗 早上练 反而没有这样子感觉 一般我们五点以后 它走圣脉 所谓圣经 就是我们是在经络里面 讲的 肾脏的这个经络 这个时候在练习的时候 你不妨喝一些热开水来练习 热开水 对 那么在练习的时候 那我们的五指要放松 因为十指连心 那个心啊 心足火 那个时候走圣 这样的话 你练习久了之后 如果劳工穴一通 你就水火积气 水火焦炉 它会更好 所以今天又有学到咯 也就是说 你有感觉不舒服 其实正是我们需要 帮他加把劲 打通过去就好了 对不对 请问师兄师姐 我在家练了三年 每天一个小时半 鼻子过敏还没有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鼻子过敏 其实跟我们生活 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先接触空气 因为早上的空气 它是冷空气 那慢慢的 接下来就变温 变嫩 又变凉 所以它是循着一个 一年的 就像一年四季一样 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坐好之后 稳定一下 练功的时候 你久了之后 这个过敏性 或者鼻子的问题 它就很容易解决 而且加一杯温开水 因为肺 刚刚有讲过 肺是一个焦嫩的器官 你空气 如果没有适应的话 你就会鼻子堵塞 所以肺开窍于鼻 刚开始练的时候 酸麻胀的感觉很明显 四个月之后 反而没有什么感觉了 这是为什么 它每次都练四十分钟 对 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因为已经疏通这些酸麻胀的感觉 所以这要恭喜你 你应该感觉到高兴 你不觉得这样的练习 你好像有很多的一些 身体上的不舒服 或者是一些病动 好像消失了 大家都很怕这个新冠病毒 对不对 那新冠病毒 任何的病毒 或者感冒的流感病毒 它是在人体虚弱的时候 它会入侵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的正气很弱 邪气它就会进来了 所以我们以中医的理论来讲 中医的预防思维 就是你必须要让你的什么气上升 什么气下降呢 才能够提升你的自愈系统呢 一般我们很多身体会虚弱 它就是因为它那个正气不够 一个正气的人 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那为什么会泛息 就是说当你身体有所闪失的 就是说像你早上起来 你稍微不注意 就吹到风 所以你就是邪就会进去 就叫做风邪嘛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就要注意就是要谨慎 谨慎就是我们一个念头 都要回到那个正念跟善念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邪之所臭其气必须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我们要想启动身体的自愈系统 最重要的是扶正气 去邪气 练功时候 背部需要用力挺直 还是要放轻松 其实背部跟腰是很大的关系 腰一挺背部自然直 而且是放松的 所以当我们这个腰挺起来之后 背自然挺起来 那你挺起来之后 你身体一松啊 那自然就挺直 而且他不是故意去挺直 只是因为你的气质所致 为什么平甩加静坐 效果会加倍 原因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们李鳳山师傅常讲的 动静兼修内外兼养 而且达到一种阴阳调和水火激气 因为身体保持一个动作的 静置的状态的时候 就像电窝 煮煥煮熟了之后 你再闷个几分钟 不是熟透了 练功也是酝酿火猴 跟煮饭菜是一样的 所以刚刚有提到 为什么一定要连续来练三十分钟呢 就是这样饭才会煮的什么啊 为什么要静坐呢 焖一下才会更好吃 所以要注意哦 四季的养生 也就是说春夏秋冬这四季 对应的我们的五上六福 各是什么 我们请曙光师兄 简短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春天蜀木 生生不息说要养肝 但是不要发脾气 不要发脾气哦 也不要积怨 积劳 所以要保持放松 那肝就容易疏通 夏天养心 夏天养心要用静 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 多吃一些瓜果类的 清凉退火 要保持好心 对 保持好心 其实是最重要 夏天要勤打坐 那我们心火不容易上升 秋天养肺 那秋天养肺的话 五行属精 用一点那个辛辣的食物 像辣椒啊 胡椒粉 刺激一下我们这个肺 可以提升我们的肺活量 这是养肺 那肺通 百脉皆通 肺通百脉 太棒了 那冬天呢 冬天要养肾 生肺 就是养肩 就是养肌 养肺 所以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冬令进股 以小股不宜大股 所以小股就是一种温股 那温股最好的食物就是 讓你能够有一些黑色的食物 那麽有一個丈夫是我們一年四季都應該養的,是哪一個丈夫呢? 徒主四方,意志要保持堅強,意念要保持親民,對這個皮就會疏通 為什麼很多人會有胃病?因為他思維太複雜太多了,胃的狀況就會有一些病變出現 我們今天非常的感謝這麽多的好朋友來觀賞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的把從第一集到二十集的許多重點都再次強調 謝謝曙光師兄今天來到我們節目,我們再次祝福所有的觀眾朋友 牛到穩重,這是李鳳山師傅給我們大家的心法 我們今年都會在穩健當中慢慢的平步均勻,謝謝大家